这项由Harris Decima公司所做的调查显示,64%的民众认为本国对美国的外交政策奏效,58%的民众认为总理哈珀在增进两国关系方面十分努力。 Harris Decima公司表示,这个结果显示出受访者对总理哈珀的支持超越了党派界限。 此外,有大约两成受访者认为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外交决策有利于增进两国关系。 六成受访者肯定了奥巴马的工作。 另外,这次的调查还显示出,相对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姆尼,国人更喜欢奥巴马。 有接近七成的民众表示,如果有机会投票,会把票投给奥巴马,而罗姆尼的支持率只有10%。